同步发行喜欢音乐 房价好像会大幅上涨 再来看到这个新建中 黑暗期房价会陷入盘整 然后再来快要完工 房价又开始往上飙 然后真正通了之后 这个房价到底会怎么演变呢 我先来请教恩琪 如果是你 你知道这里要开一条捷运了 你会在哪一个时期去买 规划听到赶快去买 还是他开始盖了我再去买 还是他快要盖好我去买 还是你就像现在新一线都通车了 我再去买 我觉得应该是房价盘整区吧 所以就是新建中吗 对 新建中的时候 就是每天在那边 砖地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因为是最不方便 然后那个时候的房东 他开价他不会开太高 我那个时候就先进场 真的吗 你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比较有机会吧 我自己觉得 其实以我的经验 我之前有一个房子在这个湖州站 湖州站那个时候 我们进去溢价的时候 要进去要跟他买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真的是 因为他没有在那里 但是我们在溢价 然后后来昨天溢砖 后来那个房间那的时候 那个写饱 那后来就真的 因为他也不敢开高嘛 找到工人到外面给你钻 对 其实我的工人到外面 给你钻 那时候我们买真的一瓶俠后 那现在那边根本不得了 一瓶七几万起挑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 那个所谓的房价 当然是有人还是会坚持很高 但是你有机会会捡到一些 比较耐心比较不够 或者说觉得有点厌烦 或真的是每天被这些吵杂的声 还有那个烟啊灰啊 然后那个不方便性 带来想要赶快出座 赶快搬离这边的这些房东 所以才有机会真的捡到好货了 所以你也觉得是在这个新建过程当中 来我们顾问你觉得呢 是 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尝试 好 哪里不敢 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买房子有四个要件 第一个要买对区域 第二个买对时机 第三个买对产品 第四个买对价格 然后区域已经确定了 这是捷运站周边 所以接下来买时机 所以就是我们这四个象限里面 其中一个对不对 那在规划期的时候呢 大家都对未来期望太高 尤其是卖方 卖方一下子拉这么高 那买方说市会涨可是没有那么高 所以中间会产生很大的落差 这个落差呢 什么时候会把它拉紧 就在新建的时候 那个卖方说 真的有够差 不好意思 非常不好意思 我又要用钱 卖那么高又卖不出去 你有买买吗 你有买吗 不我再减一次了 减一次了 没啦太贵了 再出一次了 他在简一下 所以在盘整区新建中的时候 他最有机会让卖方过高的心态 能够往下做调整 所以消费者这时候进场 其实你不用费太多的力气 你就可以在timing上迎合上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 是最好的一个部分 所以的确两位都很聪明 高竿 这两个都是pro的 不错 所以就是在很巧的时候 我就去跟你溢价 对 然后那这个时候买了 我们来看到 快要完工的时候 房价又会一波涨幅 对没有错 我们用信息计划区来看 我们刚才这个 为什么用去年一年 跟今年一年的比较来做说明 你看看通车前一年 跟通车后一年 竟然涨幅最高到37.8% 你可以了解那个落差吗 对 也就是说在通车的前一年 其实还在很乱 对 所以那正是在酝酿 房价往上冲的时候 假设你那个时候 你看了 你那时候进场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在这个敦换南路 敦换南路安和街口附近 对 在通车前一年 我们大概一瓶卖85万 现在已经卖到105万嘛 20万嘛 20平嘛 400万嘛 对不对 你85万的20平是不是1600 对 那你自备款呢 大概500万 400万就买到对不对 对 然后呢 经过一年你住一住 住进去 我的房子变2100万了 本来1600嘛 变2100万 多舒服啊 才一年而已 这个关键其实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 如果用信息线的 这个过去的通车时间来看的话 通车前一年 也是可以及早进场的时间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了 你说我在很吵的时候盘整期进去买 对啦 我是可以减到便宜 但是你知道现在捷运每次通车 跟你讲说今年又变明年 明年变后年 我是要吵多久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 如果是我的话 我快要完工 然后这个时候去买 会不会是 我的钱的一个使用的效率最高的时候 会吗 是 当然啊 因为已经接近完工 比如说啦 我们再举个例子 台北市中心还有一条线 那个线本来是今年要通车的 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 它延后一年啊 对啊 你有直接讲好了哪一条 就南京啊 就南京 松山县啊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 未来会发生的南京县 同样会发生 那现在就是那条线的timing 刚好是那个时候 好 但是呢 最好玩的就是来 那真正已经这个通车之后呢 这个房价到底是会持平 还是会再往上 还是稍微会有一点回落 这里面我就做一下补充 因为时间是要稍微拉长一点 虽然我年纪不大 但是我们可以讲回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淡水线通车的时候 淡水线在尚未通车的时候 一瓶曾经拉到最高20万 还在新建中的时候 当通车完以后 不好意思 它跌跌跌回来 一瓶剩下11万 对啊 怎么会这样 淡水线就是这副例子 但是现在淡水线都已经拉上来了 全部都拉上我刚才讲的价格 淡水你现在看不到20万的房子的吧 在线上 所以它慢慢拉 那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撑你这段时间 假设你这段时间 没办法支撑的话 那我想你应该还是 这个挑对这个线很重要 对 挑对线很重要 好 那什么线呢 我们刚刚看到 捷运的这个信义线通车了 信义线太贵了啦 我们小资组买不起 好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有哪一些 即将要通车的 那么这个是已经快乐快乐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完工度呢 都已经在八成以上 我们帮大家挑两条线 一个是松山线 一个是机场线 松山线现在呢 你看它的完工进度 已经是八成八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南京啦 然后呢 你看 它也都是经过一些 非常大战哦 你看西门站 中山站 松江 南京 就好多办公室的那个地方 南京附近 你看小巨蛋 南京三明 松山 你看快盖好了啦 明年啦 然后呢 还有机场线 机场线也是八成以上 那么这个机场线 你看大家也讲了好久 一路要通到桃源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看 讲了老半天 现在也是八成的进度哦 来这两条线哦 我们先请Paul来聊一聊 你这个松山线也很有感觉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办公室 就在这个南京附近 我那时候有买一个所谓的 这个办公室 商办的一个空间 那基本上的话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 在这个幸运路的时候一样 对 然后客户要来的时候 完全没地方停 有时候呢 然后呢 我们自己要去停 都没办法停 整个街阔是这样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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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的 然后有时候本来今天改这个 明天他就唯一就把你换到这边 然后你就 哎 差点要去撞公车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是正好是黑暗期 但是回应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最黑暗的时候 就是最佳的进场时机 所以我现在 其实反而在看说 有没有多一些的这种 商办的这些空间路要出租的话 不妨可以考虑说进场投资 那恩琪呢 恩琪其实你对这机场线的沿线 你刚刚提到说 你对桃园很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 因为我很常出国 所以桃园对我来说 是交通比较便利 如果这个机场线它开通的话 那另外一方面是 我觉得像桃园一带附近的房价 跟台北比还是有蛮大的落差 这样子 然后又不会就是说 像台北说人比较拥挤啊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桃园也是可以考虑 真的 所以呢在这两条线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顾问了 你觉得这两条线 哪几站比较有机会 好 我们这个其实图上 已经秀出了一些这个讯息 首先我们先看到松山线 松山线 我们看中间有三个黑点的 外带一个圈圈的 就是中山站 南京松江站 对跟南京复兴站 这三个点全部都是转运站 所以在这三个点中间的 这些当然未来 因为它有六条 它几乎等于是有四条线在这边 全部集中在这里 所以将来人潮 跟所有的办公的主要集中区 一定是在这个附近 对 所以这里的需求 一定会非常之高 办公室需求高 然后员工上班的便利性非常强 老板一定也被迫要到这里来 所以这里 这样就是未来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地方 这是非常明确的 这是非常明确的 对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机场线 机场线 它这个部分 其实就整个拉到这个机场 到中立的环北来说 其实最能够带动的 对我们台北 住在台北最能够带动 其实就是一个领口站 到这个体育大学站中间 还帮你比一下 领口站在这里 就领口站到体育大学站 中间还有一站长庚医院 因为这里的房价呢 目前大概都还在十几万 到二十出头左右 对 那这一段呢 跟我们下到三下来到泰山 到泰山到新庄的时候 大概都目前都四五十万 最便宜都要接近快四十万 所以其实你看有多做两三站 对 做两三站 房价可以省一半 对 所以还不错 好来我们看到 这个是捷运即将开通 我们还有那种捷运 现在盖到一半的 好我们来看到 现在工程过半的 这个进度是有七成 这是土城延伸顶浦段 也就是这个板南线嘛 我们看到板南线 现在板南线的终点站 是永宁站 永宁现在往下再延伸到 土城的顶浦 那在顶浦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郭董的工厂在这里 对 鸿海的一些这个厂区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些都是 高科技大厂的厂区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条环状线 这环状线也讲好久了 第一阶段要改 现在的进度 这个快要到一半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环状线 其实是连接好多条 现在已经通的线 那么包括了我们看 从大平林啊 十四张 这个都是新店 然后沿路到了 你看到中和有景平啊 景安 然后呢再往前 我们看到了板桥咯 中原站啊 板新站啊 然后再继续往前 有到新北产业园区 好我们来看看这两条 那Paul你看 如果说我们去买在这种工业区 会有机会吗 你自己觉得 其实还是要看 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如果你本来 就在这边上班 或你的生活圈 就在那个范围附近的话 那这个 这个监狱站的开通 只是对你的生活 增加了更大的便利性 那直接如果你要自助的话 当然还是下去 但如果以投资的话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要两号三号的话 以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 会比较要考虑多一点 对那恩情 你看我们这个环状线 环状线其实是连接好多好多 也都是在新北市的大战 对 你会对这些有兴趣吗 基本上来讲我还是会习惯 就是我生活圈附近的 的这些区这样子 即使他们都好方便呢 很方便 我很多朋友其实都住在这里 对 所以我觉得 这边周边应该是会不错 可是我还是会选择住在 我习惯的区域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还是有地缘关系 对 那顾问你看看这两条 这两条你看这个进度 才还不到五成 这个时候进去就太早了 会不会 不会 不会 永远不会 永远不嫌晚 对 来这两条线怎么推荐 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土城线 土城线它这个顶普站 这个基本上这条线 往后延伸的都是我们的工业区 工业区 所以这个是对厂商企业 在那边设工厂的话 它的招人 它的人的这个道任 或者交通的便利性是很高的 所以那个是在经济发展上 我们有看过那种工业区工厂找人 他旁边会写说你要会骑机车 我在想一定就是你工厂不方便 因为到不了 很远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一站就好多了 对当然它对于厂商的一个招募 员工的招募 它是很便利的 这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员工 你没坐在一起 别去 爸妈也叫他不要去 太危险了 太危险 那有捷运真的很方便 而且时间上省非常多 通话街吃完夜市再回家 都比以前坐公司回家还在 快快 那接下来看到 那第一个这个环状线 环状线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是台北的新北市的西环线 过去都是一条一条拉近台北市 可是就新北市的本身 它本身没有连接起来的 对 对这一条的连线呢 当然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对来来来来 你要挖这条里吗 好 来挖这条里 比如说带各位分享一下 比如说在板桥的新板特区 这里面呢 目前卖价卖到最高的九十几万 接近一百万 那这个大坪林呢 各位看到那附近的房价 现在来到七十几万 对 各位它可以辐射放射 辐射的放射出去 所以十四张站 未来非常有潜力 各位都知道吧 那我们再看看 再靠近一点板桥站 这个板新站呢 它是海山国中 海山国桥的学区 海山那边 旁边又是区运路 然后又接近我们的新板特区 然后它的房价才多少钱 各位有兴趣上网查查看 这里的房价 那目前都还在三十几万 不到四十万 三十几万 那旁边已经到八九十万 对 所以这条线目前 这又是一个凹陷区 对对对对对 又是一个这样的机会 所以如果 住在这附近的 各位要知道 台北市的人口是两百六十五万 我们整个新北市是三百九十万 光住在这个板桥 然后永和中和 其实新庄还有土城 这附近超过大概一百八十万 所以这里的房子 都不是卖给在座的二位的 这里房子是卖给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人 所以他们要更清楚地了解 这里面每一站对它的价值是什么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它的财户在这边才能累积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了 这个在环状线的部分 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期待 这个环状线 而且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凹陷区 所以大家未来这个地方 就非常有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这最后一点点时间 Paul你给大家聊一聊 如果我们跟着捷运买房子 现实心目中 你会觉得你特别喜欢哪一站 其实我觉得最喜欢 因为我们刚刚那四分图来讲的话 我还是南京松江 因为其实说真的 已经虔诚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而且不方便已经很久 但通常的不方便 都是累积未来爆发的能量 对因为现在新一线 新一线大概已经到这所谓的 高原期了嘛 所以如果往那边发展的话 我觉得是我的注意会注意在那一站 真的 那恩琪呢 你现在会注意哪几站 你也想买房子对不对 你也想看对不对 我有我有 可是我还是会喜欢住在市区 对就是对我来说生活比较便利 除非再过几年 我年纪稍微大一点 那我就往后退一点这样 可以开车啊 然后回家可以看看山之类的这样 不过以目前来说 我还是会选择就住在市区 其实福德街也不错啊 新一路七段 对如果是福德街的话 直接直走就到市区 我觉得也不错 还不错对不对 那这个来顾问 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哪一站 你看 每一站都很不错 好想教大家怎么挑 我们要按照自己的一个地缘去挑 是是是 这个其实是这样 我拿内湖线来做一个说明好了 再引导各位去想一下 你家附近的捷运 你应该买在哪里 在内湖捷运还没通之前 其实它涨最多的是我们刚才那个 我们Paul先生讲的 就是我们的市区 就是那个靠近胖医院 卢座站 结果那个站竟然比前面的这个内湖站 跟大湖山庄站 还有前面的港前站 还有西湖站 房价还高 对 因为很方便 生活经历很好 然后从台北的民权东路六段 直接通到那里 对 民权 很方便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中间 现在刚才讲的那条线 可是呢 这几年来 我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西湖站 港前站 还有这个温德站 然后再到这个所谓的内湖站 通通都是涨幅最高的地方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县 各位可以去找 针对在你住家附近的 它为了涨幅同样会被带牆 通车以后完全会不一样 真的 所以你看 今天大家是不是学到很多了 我们看到那个四分图 到底什么时候进场 很重要哦 所以呢 希望今天大家看到台湾好所在 都会非常的有收获 也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谢谢 同样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谢谢